大家好 我是阿洋 前天我丈夫娘过生日啊 没有给他买东西 下雨了啊 我说今天 给他买点东西呢 给他补一下 礼物什么东西 她说你还不如给我买点鸡肉吃呢 还想吃鸡肉了 我那想吃鸡肉就买点鸡肉吃吧 她说你给我买什么东西都没用 还用不到 买好了 一千多卢比 折合人民币二十多块钱 这么一个 反正我不知道多重啊 在咱们国内 多少钱一斤啊 还找钱了 你有号码去 放汉点啊 六百块钱 六百二十卢比 哎呀 回到家了 这边香蕉 这是啥 啊 这是 黄瓜 还有那个香菜 这里面是 番茄 生姜 哎哎 刷牙 这里面是土豆 洋葱 这里面是鸡肉 总共花了两千五 这两千五 折合人民币六十多块钱 也不少这么多东西 我感觉 这边的物价现在不便宜 土豆 番茄 洋葱 都挺贵的 特别是这个香菜更贵 黄瓜 也比较贵 他们香蕉 比之前贵了 但是和咱们那边比的话 没有咱们那边便宜 但是 以他们这边的这个工资来对比来说 还是比较不便宜的 看这油炸这个鸡肉呢 看这里面的油 哎呀 往外烹油 开发烹到我了 让我往外 来一点 我丈母娘在这盘面呢 啊 好吃也是 少不落的 也能不能 嗯 没有多落的 嗯 嗯 有几根 1个鸡也是 半个鸡也是 1个鸡 我大舅嫂子 给她打电话呢 我大舅嫂子说做的肉 问她吃不吃 她说我们也做的鸡肉 看 这里面放有这个西红柿 还有 还有啥 不知道还有啥 应该还有洋葱吧 我我大舅嫂子给她打电话呢 做饼呢 我丈母娘在这里 两个人在这分工 一个人做饼 一个人 做这个鸡肉 这是黄瓜切的 哎 怎么了 怎么了 啊 怎么了 做好之后 又把这个鸡肉放到这个锅里面 刚才又煮了一会儿 做好了 他们准备开饭了 我等一会儿再吃 先让他们吃 因为 我和我女儿玩一会儿 我女儿刚刚吃过了 刚才煮好之后就给她吃了一碗 她往那床上一坐在那吃呢 那时候还没有放这个西红柿和辣椒 只放了盐 我女儿在这玩这个鞦韆呢 我还在很高兴 等一下 你还吃不吃它肉肉 啊 吃肉肉不吃了 啊你会 你还吃肉肉不吃了 哎 只顾了玩了 好 抓住他 他只顾了玩了 饭也不怎么吃现在 贪玩 现在吃完饭了 在这看电视呢 我丈母娘 他们两个往床上一躺 都九点多了 我女儿还不睡 马上十点了 你睡觉好吗 九点多了 马上十点了 我睡觉了 还吹气形呢在这边 跟她睡觉不睡 刚刚跟她说了很多次了 后来她开始睡觉了 不睡就是不睡 刚刚她让我抱着她 她抱着头发都变成这样了 她头在我胳膊上 然后就是动来动去 这边的辫子都没有了 都跑后面去了 你看这边这个辫子 散了 好了 今天视频就录制到这里 非常感谢 感谢大家收看视频 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视频 我是阿阳